看到當時土耳其執行伊斯蘭政策對待各個民族 比如說猶太人 猶太人曾經在剛才說的六百年期間 多次受到歐洲的屠殺迫害 土耳其蘇丹王曾經下誇很多聖職 凡是我的國界以內 由受迫害的猶太人一律受到抵禦 所以對猶太人並不迫害 對基督教人也並不迫害 今天在伊斯蘭國家 比如說埃及、伊拉克、叙利亞、莫勒哥 他們有他們那裡的基督教社會 比穆斯林還要歷史悠久 他們的文物受到保護 甚至埃及保護的一個陌生時代的神水院 現在還保護在這裡 所以伊斯蘭如果對其他宗教歧視 那是偏見 那少數人的極端思想 不代表伊斯蘭的正宗思想 伊斯蘭根據古蘭經 我們人人都是平等的 我們互相可以有不同的宗教 不同的民族 不同的文化 我們都是同等的人 只要你對上帝很忠實 你敬畏上帝 就跟我們敬畏真主一樣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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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我是來自於中國大陸的一個新聞史林 我想問的問題是 在中國這個社會 我們可以看到基本上是儒家和道家文化 這個主體一直幾千年來就是這樣 然後後期呢 隨著佛教的傳入 中國跟佛教的中國文化 跟祖佛教的文化 有非常好的一種融合 但是在程序來 至少從現在來看 伊斯蘭在中國 似乎一直被邊緣往下 請你可不可以參與世界的 三者之間的觀察 幾個文化 信仰 宗教之間的關係 謝謝 在中國可以這樣公開地說 基本上是一個沒有宗教信仰 因為根據聯合國 中國統計 全世界65億人口 有87%的人信仰宗教 而且中國在人口的五分之一吧 中國90%的人沒有宗教信仰 所以聯合國統計的全人類 65億中的百分之十幾 大部分都是中國人 指的可能都是中國人 中國現在很難說有正宗的信仰 就是整個大漢民族來說 這個孔孟之道不成為信仰 因為孔孤子說過 他不認主 他不相信後世 如果不信仰 我們人類最後的歸屬 這個一個宗教的基本條件 他不夠這個宗教 孔孟之道 到現在為止我們根據 武士運動以來 所揭發的內容看起來 他只不過是維護 中國的中央集權 皇權統治的一個政治工具而已 所以他沒有構成宗教信仰 在2500年前 中國從漢朝開始 從中國開始引入了佛教 但是佛教並沒有謀記 佛教知識沒有謀記 中國人 廣大的農民 廣大的平民 沒有文化的人 解放前 過去歷代 中國考狀元 念書的人知道 95%是沒有文化的 他們沒有學過佛理 不懂得佛教 但是佛教傳入中國 給留下了一句話 這句話很起座了 就是英國暴命 這不是中國人的思想 不是莊子、老子、孔孤子的思想 是佛教的思想 英國暴命輪回思想 這一句話 讓中國人老老實實兩千年 但是這句話已經不存在了 中國人沒有道德 他們不相信英國暴命 這什麼壞事敢做出來 過去說英國暴命啊 你的孫子家來沒有好處啊 你要記得的 農民還害怕一點 不敢做壞事 現在中國人什麼壞事敢做 包括貪污、腐敗、假冒、偽裂 有足的產品 什麼都做得出來 所以我覺得 剛才說的中國的信仰問題 我就這樣去比較客觀的回答 因為我也很關心 儘管我長期在海外 天天都要看看中文報紙 尤其是海外的報紙 觀念差別很大 什麼報紙都有 另外就是伊斯蘭問題 在國際 因為大漢族主義 他把伊斯蘭當作外來文化是排斥的 現在伊斯蘭在世界上 由於美國的反恐 這個研究的人的人多了 關心的人多了 發現伊斯蘭是個完整的思想 意識形態體系 這種體系 恐怕對於中國會產生極大的不穩定 所以也並不是很寬容 是給予有限制的發展 所以我覺得 我比較客觀的說明 不怕有人代表中共在這個匯報 我說話很客觀 謝謝 請繼續 有沒有其他問題 是 這邊有麥克風 我需要翻譯的 好啊 我想問 就是 根據教授這樣說 就是 伊斯蘭和西方的衝突 就是 完全是單方面 是西方引起 還有就是 看回歷史 為什麼 伊斯蘭要去 去打波斯 去打羅馬 在十六世紀 保伊克 去打歐洲 我覺得 好像全部是伊斯蘭主動 去打人 他的問題是 剛才你說的好像是一面倒的 就是 好像這個 伊斯蘭 受壓迫 這樣子的 但是他說 從歷史來說 都是 伊斯蘭 或是穆斯林 主動的去 攻擊這個 波斯 羅馬 這樣子 您看的情況是怎麼樣 這個歷史問題 要說起來很複雜 我也不會很全面 我只能那麼說 伊斯蘭多 在公元七世紀 誕生了 它是代表了一個新的思想 代表真理的澄清 我們普蘭經 我們普蘭經 是什麼經典呢 是正主下降 所有的經典的一個總會 總結和測試 所以一個新的時代開始 新的時代開始 通過和平的方式去傳播的話 就容易被人所接受 當時的歷史背景 當時的歷史背景 有兩個 在阿拉伯以外 有兩個強大的帝國 一個波斯帝國 一個羅馬帝國 在我們貴聖人 在穆罕默德後期 這兩個帝國 發生了許多年的戰爭 互相都很殘破 無力 所以在這個時期 伊斯蘭得到一個很好的歷史空間 並沒有去政府誰 在歷史上沒有看得 去進行大規模的軍事入侵 而是人們願意 很多周圍的部落 首先從西里亞開始 後來埃及開始 其他地方開始 派史者去接受這種信仰 是和平傳播出去的 沒有發生過 實際與東征的侵略 還有一個原因 還有一個原因 就是在阿拉伯地區 當時基督教很盛行 可是在公元三世紀 被羅馬帝國 把基督教當作一個政治統治工具 借用去了 把它跟當地的民族文化 和希臘的神學思想 結合起來了 所以 引起在阿拉伯地區 巴勒斯坦地區 基督教都不滿意 因為他們的宗教被借用去了 所以在阿拉伯地區很快地 形成一個思潮 基督教徒 紛紛地歸信 伊斯蘭 絕大部分的成為牧師 並沒有通過戰爭 或者通過什麼政治 經濟所得迫害他們 所以這種影響到現在 對歐洲產生很大的反響 歐洲人說 當時阿拉伯人大部分是基督教徒 他們歸信了伊斯蘭 再也沒有返回到基督教去 那麼伊斯蘭又到我們歐洲來了 歐洲人很擔心 現在在歐洲將會變成伊斯蘭化 歷史要在他們那裡重復 所以我是說 伊斯蘭對外政府 這個是在歷史上 我們沒有見到很多的證據 伊斯蘭他不主張 伊斯蘭只允許穆斯林 拿起武器進行保護你的生命財產和你的家鄉 並不允許你侵略別人的土地 但是我不排除各別的酋長 各別的國王 他為了家族的利益 他們有過火的行為 但是總體上來說 根據伊斯蘭的原則 戰爭不是為了侵略越多 不會像歐洲人海盜那樣 越多到其他地方 而是通過你的商業活動 這個伊斯蘭的傳播到馬來西亞也好 非洲也好 他們的中亞也好 他一開始很多阿拉伯商人 以他們的行為在傳播的 他不是用戰爭傳播的 在阿拉伯人並沒有打到馬來西亞 也沒有打到印度尼西亞 可是印度尼西亞的兩億多人 85%都是穆斯林 馬來西亞都是很淺誠的穆斯林 並不是戰爭的結果 而是他們欺負了一個真理過來 這是我要回答的 好難得 就是想靠著其實就是 言簡已精的 將很多在歷史上的問題 很濃縮地向大家交代 大家投了流報 我想大家拍一張合照 然後我們才解散 好好的找幾位男同事來幫幫忙把這些 給大家看 謝謝